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教什么FancyBox的快速使用 那什么是FancyBox呢? 上我的课的同学都知道 其实从我的教学经验过程当中知道同学很耐用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你看按一下 画面就黑掉 然后video就跑出来了 这个很好用,我们在多媒体的设计跟写作很好用 但之前呢,这个教法呢 我把比较多功能挤在一起教 然后呢,反正呢 如果有些同学看这个会显返或一下子看不懂,没关系 我用一个更简单的版本给你 因为大家都会用这个 我用一个更简单的版本给你 这个功能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FancyBox点下去,video会跳出来的功能 然后这个有多好用,有多快呢? 这一次我教有多快呢? 怎么会快法呢? 就会是这样子 来,教你看有多快 把它叫出来 关闭 就是这个什么,compose把它叫出来 先按一下Enter 扩张可编辑区域 然后按一下原始码 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这样子 好 然后首先,照我的规矩 我怎么教你怎么做 这边有第一步,对不对? 第一个把它放在handhand或body之后 对不对? 这个框框就在这个地方 复制 我这边都有跟你讲 你看啊,如果是我课程的学生呢 你要最好放在body之后 用compose也一样 好了,不用管它 body,对不对? 这里有body 按一下Enter 把它放在它的后面 K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了,那再看第二个 一样,这个是驱动程式 第一个就是从外面抓一堆档案进来 它才能够运作 一些JavaScript、Jekory的档案抓进来 你不用管 就是外面抓一些档案 它可以运作 第二个就是什么?驱动程式 就是我们要设定 跳出来那个video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video的大小 还有哪一支video 这等一下我会再跟你讲 我只要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 你也不用管复制 你也不用管复制 呼噜呼噜呢 再把它贴上 在这个地方,再把它贴上 好,贴上 好,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在想要编辑的地方 这是图像语法 要学这个呢 你还是得懂一点语法 你一看都知道 这个是图像的语法 反正会一张图跑出来 图像语法 对不对 imgsrc 这就是图像语法 就这个地方 composer 然后我们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 比方说这里 这里 这里 图像语法 跟它贴上去 这很快啦 就是这样 按一下设计 图像 就是这个图 Player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样子 按储存 按储存 随便按一个 随便打一打 在桌面 储存 然后就可以按什么浏览 按浏览 我的那个什么 Chrome就跑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点一下 就跑出来了 有没有 点一下就跑出来了 有没有很快 有很快 所以 一二三你就会了 一二三你就会了 现在重点是我们来说明 我们来跟你说明 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呢 第二个步骤这里 我们不是说第二个步骤呢 要设置什么 这边是宽度 我下面都有写 宽度跟高度 还有什么 你点下去跳出的不是 档案吗 有个YouTube的档案吗 是YouTube的位置 YouTube的位置 这个地方 我等一下就教你怎么找到这个位置 换句话说 我 我教这个东西 是YouTube为核心 是YouTube为核心 我不想 就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YouTube为核心 然后呢 宽度高度 YouTube为核心 然后呢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我有把颜色打起来 这个地方要设定一个什么 锦字号 然后有一个代码 这个东西要跟下面一开始 这个是图像语法 对不对 这是图像的语法 你可以看到RMG SRC 对不对 这个图像的语法 你一定要写一个这个东西 写一个这个东西 ID 我们说ID卡马 身份证 这个 要给这个图像一个ID LMC A01 我给他一个代码 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 这一个 这一个 也是个锦字号 这个要 锦字号 LMC 这里 必须跟这里一样 这什么意思呢 当我从这一个 图像 这是一个图像 这是一个图像 当我这个图像 点下去的时候 电脑会去找到 这一根这个相同的 这一个 有没有 他是不是跟他相同 然后他就会 启动 把下面的资料 叫出来 那基本上 运作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里有个ID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当我 当我 点下去的时候 当我 点下去的时候 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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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ID后面 这一个 他会找到这一个 他会找到这一个 然后就启动 跳出来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一样 那 当你要设定第二个的时候 我这边有讲 当你要设定第二个 比方说你那个按钮 按第一个 跑一个video 当你要按第二个的时候 你基本上 第二 跟第三的步骤 都要重复一遍 重复一遍 然后把这个改掉 这个改掉 这两个都要一样 要把它改掉 基本上 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 就会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不信呢 我们再快速的 来 做一遍 我们再快速的做一遍 我们这是要做第二个 对不对 我们要做第二个 好一样我们说 第一就不用管了 第一个是母法 你只要放上去 第一个你就不用管了 重点是第二跟第三 因为这一个 跟这个要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再扣一次下来 再扣一次下来 把它扣好 再扣一次下来 复制 这个色块里面 通通要扣 很多同学都没有扣好 所以你看 我现在呢 教学部落狗都还要 特别的设计色块 拜托 是这个色块里面的东西 通通要 好了 我们再来 跟它放上去一次 我们这次要做第二个了 对不对 我们要做第二个 就再放 你随便放都行 你随便放都行 好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 放在下面也行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 八迪之后 你也可以放在八迪之后 这边一个八迪 你也可以放在八迪之后 继续接着往下放 你也可以放在文章的中间 也没关系 这个Script在 电脑不会管它 电脑知道它是城市 所以电脑不会把它跑出来 OK 好 然后呢 这块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是第二个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把这个地方要改掉 好不好 把它改掉 一定要改掉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02 可不可以 把它改成02 可以 把它改成02 基本上把它改成02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教你一个有趣的东西 来 这是我的相片 各位 你一定会有自己的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怎么用图片 那个东西 我就不想讲了 这次我们找另外一个 哇 这个Icon Play的Icon 我们就是找这个Play的Icon 把它复制影像网址 对不对 复制影像网址了 这一次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一次 你看 这是Composer 对不对 照片 把你的网址贴上去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尺寸 尺寸就先这样子 OK 确定 有没有跑出来了 这个好大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很大 对不对 我们倒回去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个其实是刚才那一个的语法 这就是刚才那一个语法 刚才那一个的语法 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要设定一个ID给他 ID 等于 等于什么 我们刚才做的第二个是什么 LMCA02 对不对 你要给他 LMCA02 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设的 自己设的 你自己设个高性就好了 给他一个空白键 有没有 这个ID LMCA02 你只要从这个符号 当你从这个符号点下去 这个地方 点下去的时候呢 电脑会去找 LMCA02的 这一个 他会找到这一个 然后把下面的资料 叫出来 下面的资料 叫出来 然后下面的资料 是什么东西呢 来我们来找YouTube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不要放同一个嘛 我们放一个其他的东西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把YouTube 把YouTube 我们现在把YouTube 找出来 好不好 然后到我这一个东西 我们换一个影片 好不好 我们换一个 换一个影片来 来看看 那这个影片 好像就跟刚才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这一个 好不好 我们来看这个 来找一个 我等了 找一个影片管理员 然后 然后呢 找一个新的 找一个新的 假设这是一个新的 是一个新的video 就是这边 各位 当video跑出来的时候 看这边分享 分享 这个我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都要快 快多了 不行再多了 变了 没关系 以后我还会再讲很多变 然后就跟你讲 注意哦 这个地方 分享 分享 你不是按这边呢 你不要傻傻的按这边 没有用 分享 然后分享之后呢 这边有个迁入 迁入 要迁入码 我们说要迁入码 对不对 这边呢 这边你可以设定大小 有没有 这边你可以设定大小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你可以跟着它的大小来跑 比方说这边是560 315 这里也是560 315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这边来改 有没有 有 宽度 560 高度 315 宽度高度都给它改掉 然后呢 这个这样src 这又是什么 那个video的位置 call call 这个 你记得 现在这里有双引号 有没有 这里有双引号 这里有双引号 你记得现在前面加上什么 htt http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 http 然后把http 整个把它call 下来 复制 call 下来 然后呢 有没有 这里也是http 就是 就是这里 下面这一个 hrif 这里 你把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在这两个单引号中间把它贴上 贴上 看http 都贴上了 就会是这样子啊 宽度高度有了 网址要跑出来 video网址也有了 然后这一个什么 警之号的这个0兔 跟我们最下面这一张什么 照片的ID0兔也相符合了 这样就差不多就对了 你看我们现在做第二格 要做第二格 注意 你要做第二格 就必须在步骤二跟步骤三重复 步骤二跟步骤三重复 储存 可不可以浏览 拉出来有没有 按一下 跑出来了有没有 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这个video 跟这个video 就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video 跟这个video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video 做一个新的video 你都要重复二跟三 你基本上 我这都写得很清楚 我的教权部落 我都写得很清楚 你要认真看 你要重复 你这边要写 对不对 你要设定另一组 你要重复二跟三 然后ID跟这个有没有 这个啊 你的ID照片 这个ID 跟你的这一个 要一样 这样电脑才找得到 对不对 这样电脑才找到 很简单 123 你习惯之后 123 按一下 就跳出来了 超级简单的 这样会 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